不过七天后会爆发丧尸病毒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你会怎么办 你辛辛苦苦建立的安全屋 结果就因为去了一趟医院 回来就发现安全屋被亲舅舅给霸占了 留下看守的老爸都被舅舅丢出了小区 你还是低估了人气 默示下就连亲戚都不能信 你本来想问他是怎么进的安全屋 却没想到小区外一阵风铭声传过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那是一支运输车队 浩浩荡荡奔奔奔着小区而来 领队的车上赫然站着老爸 他举着个小喇叭 让舅舅把你们放了 怎么可能 舅舅变了脸 连忙用往远镜看过去 确定是你老爸 他打开蓝牙喇叭 想把丧尸引过来 不过你注意到老爸的车队拥有精良的装备 打丧尸就是打法子 老爸喊话说可以让出安全屋 只要放走老妈和你就行了 舅舅让你留下天台的钥匙 就放走你和老妈 因为天台上有很多的物资和水旋环净化器 你点头同意了 但条件是你需要两套防养服务 那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舅舅爽快地答应你 你们一行人安全出了小区 出了小区就被老爸带到了安全地带 老爸才感慨地跟你介绍了一个叫姬美的青年 也是这支运输车队的队长 老爸是退休的校长 被舅舅赶出小区后 正好碰到了姬美 而姬美刚好又是老爸的学生 这才救下了他 当天晚上 你趁着大家都睡着后 悄悄跟安琪拉和少父溜了出来 你们摸黑到了小区外 少父经过老妈的治疗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你问安琪拉能不能联系上那只丧尸手里 安琪拉僵硬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 让安琪拉立马把尸巢召唤过来 紧接着又搬出两套防养服务 全给安琪拉穿上了 你的眼神逐渐阴狠下来 忍不住地说道 以前的我已经死了 这是你选的究竟 去吧 随着你一声低后 安琪拉冲了出去 你和少父小区外 静静地看着里面发生的一切 不到十分钟小区就已经火光一片了 到处都是恐怖的丧尸和尖叫声 安全屋里的舅舅早就发现了丧尸入侵 一眼就认出了安琪拉 气得想杀人 妈的她居然没有早点发现 安琪拉居然是一只丧尸 她气得想骂人 然后下一秒 她就看到了令她绝望的东西 远处的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 安琪拉召唤的狮嘲 正在往小区赶来 现在这个情况 可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这些丧尸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 少父指着楼顶说 有个人想跳载 你发现是舅舅居然想从天台上跳伞逃跑 你微微一笑 从少父手上结果打举 眼神冷了下来 这一发 让我来